吃鸡小吉巧 永远不嫌少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蕃茄 在吃鸡里投资物是很强的战术类道具 在实战中非常好用 其中手雷能直接造成伤害 因此受到的玩家重视 可是很多玩家对燃烧瓶的评价却不高 其实燃烧瓶不是最没用的投资物 它非常罕见 却毫无伤害 接下来就来看看吧 嘿 小伙伴 关注我 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的运动 不信的话你就试试 第一 燃烧瓶 不少玩家觉得燃烧瓶是作用很不稳定的投资物 因为它的伤害没有手雷那么直观 而且对位置的要求非常苛刻 其实它的持续伤害很高 可以用来封对手的位置或者补倒地的敌人 用的好的话威尼同样非常恐怖 二 振包弹 它在游戏里俗称是散光弹 在各种FPS游戏中都非常热门 可是在吃鸡里却变成了冷门道具 因为背包空间有限 玩家在选择投资物往往会优先选择手雷和烟雾弹 看见这猫蛋基本上都会选择忽视 毕竟它的实战效果很差 很难判断是否命中 稍不注意就会被它坑死 三 苹果 这个道具刚出现的时候 很多玩家以为是新的恢复道具 其实苹果只是具有娱乐效果的投资物 在端游里的雨林地图会出现 它的意义是让玩家在等待的时候丢着玩 其实命中对手也没有任何伤害 因此苹果才是最没用的投资物 因为毫无实战意义 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在游戏里最喜欢剪哪些投资物使用呢?